花蓮县第十九届县议员陈一美因犯贪污制制条例第五条 第一项第三款 至不违背职务收受贿赂案 经过最高法院刑事判决上诉驳回 除有期徒刑七年 尺夺公协五年确定 依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规定 缺额是由落选人依得票数高低顺序来逮捕 因此逮捕当选人 纯建中29号在县议会举办了宣誓就职典礼 陈建中表示说很高兴能够继续为民服务 未来会秉斥着为原住民事务发声 来争取地方建设造福相亲 花蓮县第十九届县议员陈一美因犯贪污制制条例 第五条第一项第三款 知不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 经过高法院刑事判决上诉驳回 除有其徒刑七年 尺夺公职权五年确定 依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规定 其缺项由若选人一得票数最高顺序逮捕 为此逮捕当选人陈建中 国民党籍得票数1540票 29号并且在花蓮县议会举行宣誓就职 由一党张俊主持 县议员陈建中表示 他会继续为原住民乡亲发声 争取地方建设来造福相亲 真的非常高兴又回到我们协议会 这个责任真的有加重 但是我会尽最大的努力 来为我们南齐的乡亲 争取我们该有的福利 尤其是我们的基础建设 对我们南齐能够发展 尽一份心理 现眼陈建中的支持者从中南区 搭了三部游览车来见证宣誓就职 不管是县议员的同仁们 亲属家人和热情选民 都要和陈建中一起来拍照 把历史的回忆能够记录下来 陈建中表示 他会专职专业的卫民服务 用心倾听人民的心声 认真争取人民应有的权益 记得请问华晨伯导